監察院在面對啊 自家人 是不是有違法浮選 这件事情啊 恐怕 不是監察院院长自己说了就算了 如果这个事情是監察院院长自己就说了算 没有启动任何自律调查的程序的话 那真的是让人疏难想象 如果要按照以后相同的标准的话 那任何要被纠取 要被纠正 要被弹劾的人 他也可以跟程序一样 有样学样 自己发一个新闻稿 说我的新闻稿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事情没有在什么样子说明 或者是调查的必要 这个显然啊 这个显然 可能跟我们对于監察院 他所应该在被废止以前 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以及所期待的标准啊 大相征庭 今天的提案两个都算是人民提出这个检举案 那我们就依法定程序处理 这不是政治多人什么来叫做政治多人 到底有没有去了解 当天的情况是怎么样 有真正能够在场吗 那陈旗宴长也在发表新闻表示 那当天只车场有酒 然后就用这个看图片说故事 你作为这样打索 然后反正不同预常的 你就重追门打 看图说故事 只要照这样的标准的话 潜力分离原则在什么地方 今天在我对面的副分局 在中反弹 在台 在到中国 你说是和平之理 破平之理 我看这个是卖台之理吧 然后准此的话这样可以吧 行政院和监察院可以行文给 那做结议行文给 你反正要送记忆委员会吗 请宣读 临时提案一列以 有鉴于监察院长陈菊 遭检举于2023年12月30日 赴高雄旧城教会违法 为特定立委候选人服选 鉴请监察院依据监察院 监察委员基律委员会设置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 本会之任务如左 一 关于人民陈述之监察委员 违法失职 或违反监察委员自律规范 案件之审议处理事项启动调查 避免监察院长一再败坏官征 让国人对监察院越加失望 提案人委员黄国昌 附根齐 翁晓琳 吴宗信 林思敏 结果在场出席委员12人 那赞成6位 反对6位 赞成者与反对者同诉 那 依据 委员会组织法第10条规定 出席委员过半数决议 可否同诉时取决于主席 那现在主席表示赞成 所以表决结果为 在场出席委员13人 赞成7人 反对6人 那本案赞成者多数通过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